打擊的是大安學院的第七棒捕手高好明 面對的則是徐采權 這一球結果主持人判定是壞球 結果擠回來一分了 大安學院在前七局沒有得分的情況下 終於在第八局現在打破了鴨蛋 現在教練再上來喊暫停 似乎要再換投手 馬上要換掉了 所以一個出局數了 也沒辦法掌握到 徐采權上來之後呢 連續投出了兩個寶送 現在也只能退場 八局的上半 大安學院其實在這局有時沒有敲彎打 但是靠著四個寶送